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10月3日 WTT中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 国兵小将相鹏出场 对战小乐布伦 2006年出生的小乐布伦 是目前外协会新生代中的佼佼者 年纪轻轻就已经夺得了欧运会男单冠军 奥运会男单同台 而且是当今拼弹罕见的直拍打法高手 技术非常了得 而2003年出生的相鹏 则是主流的横胎两面反交 胡圈球打法 曾经是队内的重点培养对象 不过最近已经明显被年龄更小的林诗栋 2005年出生超越 但不可否认他仍然具备很强的实力 虽然成绩远不如小乐布伦 不过还是有机会暴冷战胜对方的 比赛开始后 相鹏上来就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发球也有直接开场偷袭的情况 很快便将小乐布伦打得结结败退 很快便10比4领先拿到多达6个局点 但随后却连丢5分变成10比9 于是主动叫出暂停下场调整心态 随后终于以11比9艰难拿下 拒绝被对方反超逆转 第二局相鹏依旧在场上显得很强势 很快就取得了领先优势 但随后被对方的直拍横打宁拉 快思打乱阵脚 结果被追到8比8平的位置 紧接着再丢2分被对方拿到局点 不过自己也迅速发动追至10比10平 最终还是小乐布伦积高一筹 以12比10拿下 直线进攻成功让相鹏正守失位 第三局两人再次达到关键分 相鹏10比8领先丢掉一个局点 但随后遏制住了小乐布伦的抢攻 再次以11比9拿下 由此而大比分2比1领先将对手逼入绝境 第四局小乐布伦背水一战率先得分 相鹏奋起反击缠住比分 两人随即展开了非常高质量的胡圈球对攻 相鹏成功在5比4的位置实现反超 法国队于是也用掉了自己的暂停拳 毕竟再输一局就将彻底被淘汰 小乐布伦已经没有退路了 回到赛场后 相鹏遭到了法国小将的猛烈冲击 随后被追到9比9平 关键时刻相鹏利用自己的发球轮 再拿1分赢得赛点 但紧接着摆脱控制失败被追到10比10平 随后揭发球直接抢拉得分再获赛点 最终以12比10淘汰对手 成功晋级男单四强 从球路上看 相鹏并不害怕小乐布伦 主要看能否适应对方的直拍技战术套路 尤其能否顶住法国小将的反手横打快斯 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 一旦小乐布伦无法速战速决的话 相鹏就可以通过横拍运动员 对付直拍的压反手 调正手占据优势 而他也成功做到了这点 值得大家肯定 此外 女单比赛 纵戈曼对战何卓嘉 最后 何卓嘉3比0拿下比赛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纵戈曼率先发球 想要用落点极深的中路长球 限制住何卓嘉的上手 但效果并不好 状态出色的何卓嘉 反手拧拉威胁非常大 连得二分占据了先机 不过18岁的纵戈曼很快也展现出了出声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通过加强自己的旋转 限制住了何卓嘉的上手 然后用反手大角度变现 去创造主动得分的机会 积极的改变 也让他很快追平了比分 但是在三平之后 何卓嘉明显增加了自己回球的落点变化 让纵戈曼在进台位置完全站不住 反手拧拉的威胁也开始大幅下滑 何卓嘉抓住机会 用连续性极强的突击 连得四分重新取得了7比3的领先 尽管纵戈曼也没有放弃 在局末将比分追至8平 但何卓嘉顶住了压力 以11比8先拔头筹 第二局比赛 纵戈曼增加了自己台内的白短 而且闲接的速率也要比首局更快 节奏的变化 也让他在开局打了何卓嘉一个措手不及 一上来就连得三分 不过在何卓嘉摸清对手的战术后 通过耐心的周旋 将比赛托入相持阶段 然后用更高质量的进攻压制住了对手 很快就把比分追到了四平 扭转气势的何卓嘉 随后直接开启了连续得分的模式 迅速建立起了领先 并且以11比9再下一程 率先进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虽然连赢两局 但是比分都非常接近 足以证明纵戈曼的实力非常强 清楚这一点的何卓嘉 在自己的赛点局 没有丝毫的松懈 开局就用大范围的调动 连得二分占局先机 虽然不能再输的纵戈曼 靠着薄杀迅速抹平分差 但是在七平后 何卓嘉发力拉开了比分 如愿以11比7锁定了胜局 在顺利拿下纵戈曼之后 何卓嘉继续在中国大满贯 高歌猛进 下一轮他将继续迎来得比战 将会和王曼玉 秦于轩之间的胜者 争夺一个半决赛的名额 期待何卓嘉能够保持住 暴躁家家的状态 继续给球迷奉献精彩的进攻表演 此前 10月3日晚间比赛 WTT中国大满贯 国平女双组合 孙颖莎 王毅迪出战 对战杜凯勤 刘扬子 那么最后孙颖莎 王毅迪 3比0横扫获胜 孙颖莎 王毅迪 是国平两大世界冠军主力 组成的配队 但平时搭档次数不多 两人分别与王曼玉 陈梦合作较多 这次再度联手 可能是教练组 希望让队员之间的配合 更有自由度 随时可以临时组队 应对突发情况 相对来说 杜凯勤 刘扬子的单 双打实力都不如孙颖莎 王毅迪 而且还是跨协会配对 平时也没什么交流 想完全靠刘扬子的颗粒怪胶 制造冷门很困难 孙颖莎 王毅迪 晋级的难度不大 比赛开始后 孙颖莎 王毅迪迅速发动 直接形成长球相持比拼实力 杜凯勤 刘扬子完全不是对手 结果只拿到五分就输掉首局 第二局国兵组合 依旧牢牢掌握场上的主动权 随后又以11比5拿下 由此而大比分2比0领先 胜利在往 第三局前半段打得比较激烈 杜凯勤 刘扬子一度咬住比分 但很快又被拉开差距 最终孙颖莎 王毅迪 再次以11比5锁定胜利 晋级四强迎战台北组合 郑宜静 李玉尊 同时 男双组合林高远 林诗栋出场 迎战奥地利组合 加多斯 哈贝松 最后 国拼组合3比0拿下比赛 林高远 林诗栋是国拼去年 开始重用一对新组合 而且参加了德班 世拼赛的男双战斗 当时就打败了日本组合 张本志和 吉村真情 可惜还没进四强 就遇到了实力强大的队友 樊振东 王楚钦 最终遗憾出局 穆松对方继续晋级 夺得冠军 世拼赛结束后 林高远 林诗栋出场的次数不多 但两人毕竟都是 世界排名前十的运动员 以前又有过合作 实力还是比较有保障 奥地利组合 加多斯 哈贝松 晋级比较困难 比赛开始后 奥地利组合 明显在进台站不住脚 无法摆脱国拼选手的精密控制 来不及使用自己擅长的大力胡圈球进攻 便兵败如山倒 随即被林高远 林诗栋 以十一比四轻松拿下 第二局国拼组合再接再厉 又以十一比四胜出 由此而将对手逼入绝境 第三局加多斯 哈贝松上来就兵败如山倒 完全对不上国拼组合的节奏 林高远 林诗栋乘胜追击 最终以十一比七结束战斗 由此而林峰对手晋级 半决赛迎战队友相鹏 袁立岑 中文字兵败如山倒